Hello 大家好 又到衛星賭場每月殺數龍虎榜的時間 根據澳門豪博新聞報道 5月OPOC旗下衛星場殺數 與4月份時相約達到3億7400萬元 夜之地娛樂場依舊坐穩盟主寶座 還是冠軍 5月殺數有5400多萬 排第二的也是熟口熟面的財神娛樂場 殺數有近2800萬 至於排第三 就是在漁人碼頭裡的禮公娛樂場 上個月的殺數有近2200萬 相較於禮公 巴比倫娛樂場就弱雞跌 或者與賭桌數量有關 場內只設有25張賭桌 比禮公那邊少超過一半 所以5月的殺數只有890萬 至於屁哥陳明甘的四條龍之中 上個月殺數最好的 就要數萬龍娛樂場 同排第三的禮公只差幾十萬 達到2100多萬殺數 但獄龍娛樂場就只有600萬 差點 至於澳博直屬的衛星場當中 有最多賭桌的海立坊 數據最省鏡 上個月殺數有近7400萬 難怪奧魚綜合問媽媽收救場地 其次是十六浦街坊娛樂場 上個月殺數近6000萬 經營十六浦石德環球 所以就說 在今年10月31日之後 賭牌到期後 仍繼續有意經營十六浦賭場業務 至於只有幾張賭桌的東方娛樂場 上個月殺數信息跌 只有33000元 另外早前被傳向銀河開出昂貴租金要求的利奧和華都 五月殺數分別有1200萬和750萬 總統相對信息跌 只有130萬 看完這麼多數據 可能大家都心裡有數 猜得到不中也不遠矣 哪些衛星牆會留下 哪些衛星牆會退場 不過很快 月底都知道了 好 這一集看到先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尾截圖二為碼 謝謝 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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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見